大家都知道速度与激情7电影中带火了一款超跑 那就是价值340万美元起售的莱肯 但经过炒作之后 全球限量7台的莱肯 在国外收藏价值就将近一个亿了 是不是觉得有点贵买不起 没关系 W Motors又发布一款更具性价比的超跑 它就是芬尼尔Super Sport 它取自北欧神话中的狼王芬尼尔之名 敢用这样的名字命名 可见这款车型是有多狂 该车每年限量生产25台 售价为140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927万 比起之前名造一时的莱肯 虽说是便宜了不少 但在外观造型方面丝毫不逊色 也可以看作是莱肯的量产版车型 该车在外观设计上沿用了莱肯的设计基因 一看就知道有着不凡的战斗力 棱角分明的线条搭配上低矮的外形 极具未来感 战斗气息十足 动力方面 该车搭载的是一台3.8升水平对质双涡轮增压 六缸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800马力 峰值扭矩为980牛米 传动与之匹配的是7速双离合变速箱 0百加速时间仅需2.7秒 极速可达395公里每小时 但需要注意的是 这套动力总成并不是W Motors自己生产的 而是由德国Ruff提供 其实在超跑的领域 要说外观设计 兰博基尼那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如果兰博基尼 埃文塔多和狼王芬尼尔同时摆在你的面前 你会选择谁呢